花蓮市长魏佳贤三号上午前往国联领探视日前因病住院而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理性男子 与理性男子一家自口的生活开支 目前都得仰赖其妻子在包装工厂上班的薪资来支付 因此事工所除了慈爱基金援助之外 也办理低收入户的社会福利申请 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花蓮市长魏佳贤三号上午在社导客长萧子卫及国联里长林静芬的陪同下 带了一大袋的生活物资前往了国联里探视一名56岁的理性男子 他在两年前因为患有心脏病宿疾 只好吃掉在餐饮店的工作 让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 顿时间全都得仰赖在包装工厂上班的妻子一人负担 这也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事工所在接获里长通报后 则立即启动关怀救助机制 那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就是越南籍 夫妻都是姻亲来到台湾工作的 那前一阵子就是先生的部分 因为心脏有一点点手术的状况 那必须要比较庞大的医药费 那两个孩子也都还在就学 那我们透过里长的一个通报 跟里干事的通报 那我们也使用了慈爱基金 那在这个部分也希望能够帮助到 这个家庭的 等于说先生跟孩子们未来住学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来把他的 列入所有追踪的关怀部 事工所除了以慈爱基金三万元 来帮助李先生补贴积累十多万元的医疗费用之外 魏家贤还送上一份生活物资 他表示社劳客会以权力来协助 除了会帮忙向统一基金会 及张荣发基金会申请医疗补助 另外也会协助办理低收入户的各项社会福利 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而市长魏家贤也呼吁乡亲 如果周边有亲友面临急难困境 请向当地里长或里干事反应 帮助他们暂渡难关 记者徐立芹欢联市报导